第1967集 歌善看了一眼万发踪的田飞鸣 微微点头 而后眸子一宁 设想问话之人道 秋老 你认为眼下七大神国最危险的是什么 那叫秋老的老者心里一沉 略做思考便道 眼下神国混乱 危机接踵而至 我认为最大的危险应该是天魔 歌善赞赏的点点头 确实 天魔从上古残存 现在又让我们七大神国分崩离析 该住 关键我们不了解天魔背后酝酿着什么 此前天生异象 天道宫下令诛杀叶家余孽 我们本该配合 自然没有余力对抗天魔 但在不久前 绝业之地功亏一篑 叶家余孽已经离开 不知去往何处 此事应该和我们七大神国无关 我们眼下需要集中注意力对抗天魔 秋老眼神有些疑惑 思考了几分问道 盟主 天魔实力强大 并且隐藏极其之身 我们如何对抗 戈善嘴角露出一道杀意的笑容 有一件事本来我们早该做的 因为天道宫之事推迟了 固然我们无法确定天魔下落 但神蒙和万法宗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第七神国的叶辰和天魔勾结 企图蚕食整个神国 如此之人改诸 此话一出一片哗然 对于叶辰二字他们太熟悉了 这是神国崛起的青年天才之一 更是曾经诸魔队伍的领袖 如今又如何站在了天魔那一方 歌善知道众人的犹豫 大手一挥 一幅幅画面显露 这是神蒙所得到的证据 任何一个证据都是对叶辰极其的不利 一番解释 歌善居高临下地看着众人 一字一句道 现在神蒙提议 七大神国联合诛杀叶辰 你们可有异议 若是叶辰不现身 我们便对第七神国的神级宗出手 叶辰不干净 他背后的宗门必然也不干净 大殿陷入了短暂的寂静 数秒之后 不知是谁开口响起一道呐喊 替天行道 铲除奸邪 而后 整个大殿陷入了愤怒的呐喊 而这愤怒直指叶辰和神级宗 崇光幕府 叶辰对于第一神国的事情自然无法知晓 他现在更关心崇光大帝的事情 因为某些限制 我只能告诉你这些 崇光大帝宁谋望着叶辰 与其带着无尽的苍凉 在上古时代 崇光大帝遭到轩辕莫爷的背叛刺杀 重伤之下 诸多联盟被天魔疯狂反杀 整个神国大帝百股千万里 不知死了多少人 为了驱逐一部分神国内的天魔 七大神帝决定牺牲自己 用自己的肉身灵魂 镇压神国境内的天魔 以给七大神国一方安宁 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上古的天魔浩劫才算是平息 而崇光大帝 因为修炼了鸿蒙古法 体内有一丝鸿蒙古气 就算肉身壮烈牺牲 灵魂也能万古不灭 其他六位神帝全部灰飞烟灭了 但只有他因为炼了鸿蒙古法 地魂存活到了现在 但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如果彻底灰飞烟灭 也算是一种解脱 但他的灵魂不灭 导致恶念滋长 终于酿成了恶尸 恶尸从他脑海里爬了出来 把他尸身吊起 并施展上界腐尸法则 不断侵蚀着他的尸身灵魂 让他饱受无尽的苦楚 假以时日 他地魂消散 恶尸就能摆脱智库 彻底逃脱 想不到轩辕莫也这么阴险 居然背叛逝尸 叶尘知道了所有来龙去脉 颇有点震撼 这个叛徒 终有一日 本地要亲手宰了他 冲光大地的气息 骤然变得凌厉 目光冒出巨大的愤怒和怨恨 双拳紧紧握着 显然他对轩辕莫也 可谓是恨之入骨 如果不是轩辕莫也 他也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前辈 你想对付轩辕莫也 恐怕没那么容易 叶尘脸色凝重 天道宫乃神国境内的无上势力 从这次九天神龙殿的事情来看 天道宫的长老可不简单 几乎横跨了多个境界 而轩辕莫也 修为更为深不可测 这么多年过去 他的实力 恐怕已经超越了昔日的冲光大地 有资格杀到上界去 他没有去上界 只是因为身上因果还没被斩断 等他破开了天道宫大殿的限制 就是他主宰神国 逆冲上界的时候 想对付轩辕莫也 别说现在冲光大地只剩下地魂了 就算是他全盛时期 也未必能够全身而退 因为现在的轩辕莫也 到底什么实力没有人清楚 我知道 所以轮回之主 我报仇的事情 恐怕要拜托你出手了 冲光大地微微苦笑 也知道时代变了 长江后浪推前浪 今天已经不是他的时代了 现在是轩辕莫也的时代 他想靠自己报仇几乎没有可能 唯一的依靠就是叶辰 毕竟叶辰是轮回之主的传承者 只有叶辰才有足够的潜力 有可能杀上天道公 碾碎一切 冲光大地目光炯炯地望着他 轩辕莫也是我最大的仇敌 你是轮回之主的传承者 到时候你有何吩咐 我都会竭尽全力 听着冲光大地的请求 叶辰并没有立即开口 如果能斩杀轩辕莫也 掌控天道公的力量 他以后杀到上界去 和玄机月女皇相斗 也能多一张底牌 抱歉 我不能随便答应你 叶辰思索片刻后 却是摇了摇头 他和冲光大地 只是刚刚认识而已 谈不上什么交情 他可不是什么烂好人 别人随随便便说几句话 他就会卖命 这是不可能的 文言 冲光大地一阵沉默 的确 他和叶辰刚刚见面而已 就提出这么巨大的请求 着实有点过分了 虽然叶辰和轩辕莫也 也是死仇 他终有一天 也要杀上天道公 将轩辕莫也碾碎 但他的杀法 只是为了自己 可不是为了替 崇光大地报仇 最后因果了结 功德圆满 崇光大地 不会获得丝毫好处 除非 叶辰凝视着崇光大地的 让我在你的地魂里面 种下一道印记 如果你敢违背诺言 我引爆印记 足以将你诛事 叶辰可不是什么冷头青 崇光大地这种级别的人物 不知道有多么精明 万一他帮忙复仇之后 崇光大地翻脸不认人 他就麻烦了 只有保留绝对碾压的手段 叶辰才会答应 肿瘤印记 崇光大地心头一阵 如果答应了叶辰的话 他的性命就完全被叶辰捏住了 只要叶辰一动念 他就要魂飞魄散 你慢慢考虑 叶辰并没有强迫 这是交易 自然要有保证后路的手段 他的要求并不过分 崇光大地目光闪烁 不断权衡着 如果拒绝叶辰 靠他一人 别说复仇了 连活命都困难 他的帝威气息 已经扩散了出局 轩辕墨也肯定知道了 他如果敢离开崇光藏地 马上就要遭到天道宫的诛杀 而他只剩下一缕残魂 显然不是天道宫的敌手 只有答应叶辰 才有报复血仇 清理门户 重返巅峰的机会 好 我答应你了 崇光大地摇了摇牙 眉心释放出阵阵豪光 却是直接打开了自己的尸海 任由叶辰处置 叶辰微微点头 这个崇光大地不愧是神帝高手 心思果然决绝伶俐 为了复仇 连这么大的代价都愿意付出 前辈 得罪了 叶辰拱了拱手 随后释放出一缕灵魂力量 同时动用岩碑 释放出那枚绝夜之地得到的轮回星石 依靠岩碑和轮回星石的能量 增强自己的灵魂之力 最后 叶辰将自己的灵魂力量 打入了崇光大地的石海 种下了一道魂印 这道魂印 蕴含了岩碑和轮回星石的气息 一旦爆炸 崇光大地必死无疑 没事 我知道你的难处 崇光大地微微苦笑 没有丝毫的抗拒 完全接纳了叶辰的魂印 现在他的性命 算是彻底被叶辰掌控了 多谢前辈谅解 叶辰再次拱了拱手 正想把岩碑和轮回星石收起来 等等 陡然 崇光大地目光一缩 盯着叶辰的轮回星石 前辈 怎么了 叶辰皱了皱眉头 疑惑道 这轮回星石 有古怪 崇光大地打出一道灵觉 射在轮回星石上面 顿时轮回星石的表面上 浮现出一道恶魔般的 骷髅印记 天魔暗记 这轮回星石上面 被人留下了暗记 崇光大地看着叶辰连连惊呼 慌忙掐指一算 推演着重重天机 是墨血明 上古叶家的叛徒 墨血明 他在这颗轮回星石上面 留下了暗记 顿时 崇光大地就推演出了因果 知道暗记的来历 墨血明 一听到墨血明的名字 叶辰顿时心头一缩 立即运起灵力 将星石上面的暗记 抹杀掉 解决隐患 这块轮回星石 是叶家的传承之物 想不到 居然被墨血明 暗中留下一道暗记 这道暗记非常之隐晦 就算是叶辰也没有发现 如果不是崇光大地 他根本不知道暗记的存在